今年是先总统蒋公逝世的46周年 我们回顾70年前 国民政府拨迁到台北之初 面对着内外艰困的局面跟情势 蒋公激发了军民同胞的意志 为民主与自由而着力 即使在财政和经济困顿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遵循着三民主义武权宪法的理念 坚持推动宪政 推广全民教育 实施土地改革 而在两岸对此严峻的情态之下 由于我们国军官兵的忠诚团结 不仅保卫了复国基地的安全 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使政府可以积极地推动施政 逐步实施民主宪政和经济建设 开创了繁荣的经济活动 迈向国民均富的目标 在民国70年代 我们创造了经济奇迹 中华民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 令世界刮目相看 也让大陆同胞羡慕不已 这段史实在座各位都有深切的体验 我相信大家不会遗忘 很不幸的是 从民国80年代开始 由于主政者思考的改变 不断消耗前40年全民努力累积的财富与果实 如今还以转型正义为名 极力地来翻转这段事实 甚至极尽可能地来污蔑蒋公 我们都曾经作为国君的骨干 如今虽然是已经离开了君子 成为一界的庶民 但是我们大家还是怀有满腔 拥护中华民国的忠臣 我们必须尽全力来扭转社会的政坑 这一段歪风还原事实的真相 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共同责任 我期盼各位一定要保持着健康的身躯 这样才能够为保护中华民国永续发展 继续地尽心尽力 谢谢大家